我们要微小的力量 去对抗强大的共产党的国家机器 就算我们输了 我们也有人赢,对吗? 好 普罗价值 传闻政治 MyRadio2012 由九龙出发 每个礼拜都有不同的主持、嘉宾 跟你一起视察文情 注意地区发展 监察政府施政 揭露社会不公义 令广大听众 知道九龙区 以至整个社会的真实概况 逢星期五晚10至11点半 立体九龙 Joy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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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所谓国情教育 也挺好笑的一件事 如果你跟外国人说爱国 其实真的会笑你愚蠢 因为你忠于国家的这件事情 应该是一件老讽的事情 你看今天人们问梁振英 将来下一次的2017候选是怎样 那他已经开始搭乱了 虽然我不会说很容易 因为肯拿心出来抗争 没有什么好冲击 也是一件值得尊敬的事情 但是有时你会觉得 个人主义是很多时候在社会运动上最终会失败 城市再论坛 逢星期三晚上10点钟 有盐达明、声洁医生、刘翁 守护香港、继继发声 今次我记得有一天 我不知道如何 你怎样都会 一晨先都会大炮 都会黑黑 我记得一条大路 没有什么 一路就黑一黑 我想睡了多久 一、二、三 我想数了 10次左右 我想 然后前面的大火车 什么东西都在我面前 我想 顶龙是小时两尺 咱叫我那个朋友 叫他醒吧 望望望望望望他 他分座 700万人 700万个故事 逢星期一晚 8点9至9点9 Judy Raymond 今晚回来 又回来第二节的天下足球 继续有Tommy仔 有AA 有文敏 有Steven 也有文杰 Steven 有些东西再重新讲讲 没错 由Kick Room Sports 和我们天下足球突约举办的送球衣游戏 而得奖者 刚刚我们的游戏送魂佩斯波三的得奖者 KuKuSky 我们会有专人跟你联络 记得留意Facebook 过了的话 因为过了明晚你也不回复的话 我们就要将得奖的权利交给第二个 记得回复 第二节回来刚才说了利物浦 现在说另一支红军 孟联 孟联终于第二场联赛又开架赢球 赢3比2 但其实两场球加上 失败了三个球 再加上朗尼的伤出 我们就想跟大家讲一下第二场球 我和孟联球迷谈过 为什么会不将朗尼摆正选 而将云佩斯摆正选呢 球迷们就说 觉得朗尼第一场的踢法已经不是太 令Fay Sir满意或者状态问题 所以就将他摆在后面先 而用云佩斯 我不知为什么 我觉得这样更恐怖 我觉得这样更恐怖 他们两个人一起出 这个一加一不等于二的效果 我隐约见到他在孟联身上发生 其实云佩斯 你交个球给他 你给他前面做完事就行了 而且你后面做个香川真思 所以球员的功能 已经是在这两个球员之间 已经用到尽 再加上如果你用朗尼打正选 朗尼要恢复回 顶住在最前的位置 其实朗尼已经不适应 这个位置很久了 他在后面 稍稍堕后的这个位置 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年了 你一下子把他推到最前面 我觉得他自己 都觉得自己 不是做回这家事的人了 那么 云佩斯从来都要用球的人 香川真思也是 太多上脚用球的人反而不够爽 现在朗尼这样 很不幸地重伤 要休息两个月 是不是帮费格逊 怎么说 在用人方面的烦恼 减少了一些 就是帮他减少一些烦恼师 的确是 起码不用想先 现在这一刻 不用想是出朗尼还是出云佩斯 因为公布出不了朗尼 但是这一场球 你在曼联那里 你现在看这一场球 和上一场有个分别 就是这一场逆风出来了 曼联开始重视这些逆风 埃瑟尔、杨吉和华伦西压 都是打正选的 上一场球 作客就没有这个情况出现 这一样东西 就有点有趣 我觉得很少看到曼联开季 阵容和战术的变化 都有一点大的 这一场球都挺用到 两边的球员 第一个入球 云佩斯的入球很漂亮 无可置疑地 云佩斯技术是非常之好的 但仍然未见到 暂时真的有很多 围绕着云佩斯做的东西 可能现在的观景 还似是围着香川仔做的 云佩斯要怎样 可以融入这队球队呢 我相信他自己都 在想着 现在的情况有点像 之前 若然是 因为贝比克夫来到曼联的时候 很厉害 因为他的技术 完全是新鲜的曼联 但是 你要他真的融入 这队球队 看来还要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 是不是真的可以 这么够时间给他做呢 因为 暂时的战绩又不算 是真的看得很好 够了 有两个月了 我觉得废革迅 可以说一句话 天助外亚 中文还要说 天助外亚 因为 用来伤得太合时 太合时 真的没办法 我不是说 对朗黎有什么讨厌 而是 现在这个时间 你竟然有很多新人 像香川真司和雲貝斯 刚好又可以开到齋 他们的信心应该是很强 如果未来的场数 如果你不出这两个 其实很浪费 但有朗黎在那 你又怎么排阵呢 刚好伤了他 他可以少想很多事情 因为如果论排阵方面 香川真司 无可否认 是一定会跟朗黎撞了位 而今场播 我会看到 感觉上 费格讯会是 将多蒙特那种模式 塞回去 星期六晚那场的曼联 去做一个 sample 因为用香川真司 在一个423的位置 再利用两边的侧击 即是艾雪莉、楊格和华伦西亚 做两边猜空 令香川真司和雲佩斯 有机会在中间的位置 可以拿球射球 其实我会觉得有点返回这个 sample 例如多蒙特、哥斯莱斯、库巴 一样的情况 但是我会觉得 雲佩斯所需要做的 就是要多些牺牲 要多些分球 例如尼云道夫斯基 令整个进攻更加立体 更加快速 更加多变化 我觉得其实朗尼都可以 打回后一点 在役位那里做的 可以说 因为雲佩斯一向打开 在阿仙奴都是打单箭头 其实过来 如果现在费甲信给他 我想当时可能有尝试过 在想单箭头还是双箭头 但其实我自己觉得 可以试回单箭头 接着朗尼在后一点 就做回炮手的角色 做一些助攻给雲佩斯 因为雲佩斯始终射门的 触角和技术 我觉得是比朗尼这几年 是比较全面 因为朗尼其实已经转型 已经不再是 射手 不是那么冲的 我觉得可以踢后一点 其实是可以共存的 这两个球员 共存 慢慢觉得可以 你说朗尼不是那么射手 但上届的刺直射手 都是他的 整个英少人里 他都入了很多很多球球 现在看上去 其实你说这两场球 孟联我觉得 比较发挥稳定的 就是这个 我自己个人很喜欢的 湯卡华里 就是这个球员 他真的不要那么多伤患 如果不是孟联的中场 都挺惨 整场球我反而觉得 富咸作客 都可以这样攻孟联 我们很难想象 早几年前的 是红魔鬼 在主场出击 会被一些中营班 去掌握 除了中营班球队 今时今日的实力 都已经金飞适比 富咸看上去 又有拜仁雷斯 又有柏力 又有杜夫 都不是说玩 欧洲一流 这几个前锋 但你都被人攻到这样 出了什么问题 除了防守那里 太多伤兵 非宜忠师 施摩寧 我自己看 曼联的中场 压不住 一个原因就是 华伦西亚 在右路出球 很多时候浪费了 就是做不到助攻的威胁 你想想 杨格出球 被拉菲尔頂入 起碼杨格也做到些事情 但华伦西亚出球 未曾经有威胁 即是你说这场球的看法 其实华伦西亚 已经给了很多场合 在右路做不到 但他可以协助防守真 你说如果这样的说法 特别是顶入球 顶入第三球 或者拉菲尔 跟他在巴西奥运队的前程一模一样 曾经也是有波浪的 亦是最为人救病的位置 他才是后防线最大的缺点 我觉得小妈 就比较想当自己是助攻 他忘了自己 真正的身份 其实是在做集 华伦西亚的位置 很多时候都要帮他斗在后面 他比较喜欢想去前面 助攻 甚至有入 所以他可能失去了自己本身 真正要做的职位 文文 你是这么支持拉菲尔 如果真的做到 跟华伦西亚之间 大家可以互保长短的话 你做得到就当然好 大家都这么全面 但你不是 问题上是你拉菲尔 后防失座位 严格意义上来说 你孟联所失的两个球 都是在你那边出事 再加上 没有了传统意义的防中 我不知道大家会否觉得 这也是令到猛联中场的控制能力 会削弱了的地方 我自己就直接觉得 你没有这个防中位 可能阻碍不了你赢球 但你这样被人押上来打的 或者抢赢你中场的场面 可能这些情况会越来越多 是这样的 大家记不记得 他对上次贏欧联冠军 防中是谁 是谁 是谁 是夏格维斯 对于一个纯防中来说 对于曼联 现在的阵容来说 我会觉得极度需要 虽然你说安达逊 卡维克 或者是汤卡华尼 他们都有一定的防守能力 但是 他如果说烂仔球来说 没有人能及得上下阶维斯 虽然下阶维斯整天伤 他提供不了整条后防线保护 刚刚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拉菲尔的问题 我想巴西逆位也是这样 觉得自己不是交互 丹尼尔尔尔斯 整条右路都是我冲上去的 但好像有点忘记了回头的感觉 在英超特别是 因为对方逆风也很快 不同在西甲逆风没有那么快的情况 还会有时间给你回头 你再快都快都快不到别人 起跑线不是同一点 第二个观点就是 朗尼和云佩斯的共存问题 值得留意的地方就是 不知道大家觉得 一队球要多少球员射球 其实很多人都认为 越多人射球 或者球队里面 越多人肯起脚 入球的机会就越多 其实不是这么看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越多人起脚的时候 换句话来说 就少了别人的传球 给他起脚 所以换句话 云佩斯和朗尼在这 就出现了同一个问题 上季的英超联赛 云佩斯和亚仙奴 总共射了174个射门 朗尼在曼联来说 这三百个射门 如果这三百个射门 放在曼联今年的数字里 做到的 那就是一阶等于二 如果做不到的时候 其实这个 云佩斯和朗尼 是哪一个 都要牺牲他自己射门的要素 这一件事 我想值得去研究 就是究竟 谁多起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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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谁做后上教炮的角色 你现在看下去 就是很遗憾的 因为这两场球 他两个人同时上阵 合成的时间 都不够一个半场 45分钟 就是真的言之上早 如果你要再看的话 起码要再等两个月 我自己就 佩斯可能伤了 哇 你都挺黑心 我自己这样想 其实 现在的曼联前锋阵容 有小豆 有朗尼 有云佩斯 甚至乎韦碧克 这四个 我有个感觉 好像想做回 1999年 拿三冠 那一年 那个情况 那时候有黑相杀 那时候有 蘇斯克查 加上 舒灵涵 当然 他主力是两个黑相杀 那两个放在后避 但现在 谁愿意甘心打后避 不是甘心打后避 不是甘心打后避 但是 那时候的攻击 因为那条中场线 足够强 但是你现在看到 那条中场线 是不够当年的 堅尼史高斯 442那种情况 我明显 我相信 会不会是现在才做前锋 前锋 是 他99年 拒低拜仁那场坚尼也没得出 就是他可以一步步去换 我假设 我单方面想 他收拾了 有四个前锋 OK 接着再收拾中场 要收拾 真的要收拾 如何去换人 如何去换人 如何去加贺贺 中坚是很大的问题 中坚 你可以期望 施摩令和菲尔宗斯的复出 这两个球员 其实不要说在盲联 你放到英格兰 国家队都需要 这两个人 你现在看下去 没有这两个人 然后违迪 我觉得违迪的虎尾脚 乌龙波 都真的 挺莫名其妙 这个球员每一季 都总有一些 是定时的 定时有些 糟了 这个是最佳中坚 另一个炸弹 是怎么变成炸弹的呢 是不是真的这样 或者状态是不是已经 随着相患 比较多 迫出了已经下滑了 整个盲联的中路防守要小心 统计 这两场英超 大家当打两场 当车仔 都是打了 就是头三场来计算 都不及打了两场的迪基亚 迫救次数那么多 大家看这两场盲联足球比赛的赛事 迪基亚是表演的 是上身的 但我们有另一个说法 已经确立了 一个龙门要飞扶 你代表着龙门好球 还是代表着你的后防差球 就是跟当年的卡斯拿斯一样 现在曼联也买入了一个后卫 这个是不得拿 在河甲那边买过来 但是这个左后卫 曾经入选过今届的 欧洲国家杯荷兰的大军 是40人名单的大军 能不能帮忙 能不能帮忙 能帮忙 最后你知不知道 选的选的人是选谁 云马维克这个领队选的人 就是选了18岁的燕鲁芬的年轻 就是这个威廉斯 威廉斯也是 燕鲁芬的师兄比特斯的位 因为比特斯被伤了 就是数下去 第三个才轮到现在 孟联买回来的这个不得拿 大家会觉得他 是否一下子就可以提高到 可以符合到孟联正宣位的高度 这个又是采取官网态度 我就觉得 除非真是和国人 蓋珍珠蓋得很重要 除非有意外的惊喜 不是真的要很意外的惊喜 才行 两场中迪基亚就破了11个 就做了11个破救 还是上一场就做了5个破救 那换句话来说 其实破救次数真的多少 作为最顶级的球队 他有很多很致命死得 是的 我相信卡玉克克打中坚 也是其中一个问题 始终他也不是一个很适合的中坚人 他位置不算太强 他犯规的次数真的不是很少 加上富咸实力也有在 也预想不到 这么快富咸实力开了记录 令他曼联不打三更 我自己个人也相信 曼联法戈迅可以忽然反证到 因为他的功力始终也在 但是你说要去解决雯佩斯和朗尼的问题 我也很期待 因为我真的很想看看 究竟有哪个领队 可以将雯佩斯 好好地和其他队员合作得很好 这件事是有难度的 大家需要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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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像对白讲过出来 不過問題是,拉菲爾的問題,就算大膽說他猛亂的球迷也不要太爭 作為一個右後衛,你這麼多助攻幹什麼? 他只是想入球 但你做不好,你防守本分,你在後衛 難道你每次要華倫西亞回來幫你包回所有的位置嗎? 或者你要移動你一個中堅的球員,原來還在Kawik克的時候 那你真是慘了,你還要他這個體攻中堅做這麼多事 你真是希望後防的雙兵快快去復出的,如果不是的話 我覺得跟機上面,你的防中要買一個正式硬的防中去 幫你後防線減輕一些壓力,這個我覺得才是最基本的做法 你說用控球中場,大家是可以控制到形勢 但是你那個不夠實際,我覺得真的不夠實際 我覺得廢Sir在這個位置真的要想一想,還有幾天時間 但好像不是有任何動靜似的 是不是說不買人? 感覺上好像不覺得他有什麼風聲傳出來 這次都給了雲佩斯 不是給雲佩斯,是給阿仙奴的 轉匯費又不是給球員 這樣說法,20萬磅周身 都不少了 要等格拉莎那邊的股票升上那麼多的價位才會有錢 很難 還有誰敢賣的股票呢? 但為何不要跌那麼多?現在盲聯的股票 真的 只是賣球衣 賣球衣?你想得到 每人買100件才行 賣很多才行 不止100件,是每個地區要賣100件 迪基亞這兩場聯賽 說對愛華頓、對富咸 當然對手的狀態也好 而且你也不可以當富咸和愛華頓是昔日的中型班 這兩隊起碼 你看看富咸的攻擊力 還有敵比利 這些球員陷入列治拿 其實陷入一隊中上型班 尤其是富咸是令隊祖爾的痴線 有前沒有後代表 來到你紅魔鬼的主場 奧脫福就跟你搶得出事了 某程度上是歐洲杯賽的隊伍 其實我覺得盲聯這兩場球看完之後 是一個很好的教材 讓自己確認得到 一件事就是 你現在還有什麼不足的地方 有些位置你快點好處理 否則競爭很大 今年尤其是車仔的頭那邊 他的對手不是強 但他開頭漂亮 你也要拿到三場九分才行 蠻聯現在最大隱憂就是什麼呢 迪基亞不要傷 連迪加特都可爭 兩個龍門都很好的 這是蠻聯有點擔憂的地方 艾夫拿這個位置還是不要爭了 今屆一出來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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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當然年紀又大了 他打不回來 他當年蠻聯打進歐聯決賽那種水準 你又說到蠻聯決賽那種水準 現在31歲了 那又不要說到這麼遠 他過來蠻聯有好幾年都很厲害的艾夫拿 艾夫拿也是很厲害的 為什麼因為蠻聯看中他 就是因為他那種的能力 但最初去到蠻聯艾夫拿 又不是那麼囂張 都經歷過半季的時間 多得牽絲的受傷 你也是 時世做英雄的嘛 蠻聯勁 爭氣才可以 蠻聯多前鋒 其實蠻聯在直播的時候都覺得 原來那麽厲害的前鋒線有 白恩雷斯加上 白恩雷斯也很帥 加上帕力 原來後面還有盧達力加 真是鼓勵不了 原來蠻聯多前鋒 後面還有一個殺手出來 我喜歡他的頭 盧達力加 那你可以弄一下他的頭 盧達力加真的是殺手 就這樣丟到朗尼那裏 嘩朗尼給了一隻腿 嘩 怎麼辦 那隻火腿 撞開 很傷 很傷 那一刻看到就打冷陣 真的很傷 感覺上也很痛 也有檢查過 駱特力加對波波的鞋釘沒問題 球證沒有時間檢查 還要說第四旁證檢查了 沒問題 所以是朗尼匹勃而已 所以大家看波要小心點 現在已經兩個月 滲下去就免除了 如何和文佩斯夾那個煩惱 但如果真的要復出的時候 會怎樣呢 那對波已經不適合他踢了 有機會 因為要看看 廢格順會不會真的 將鄉村真獅成為 一個未來的萬聯icon 那類的圍繞他中心發展 現在很明顯是可以達到這個預計 即今場波已經是 感覺上已經是那類的感覺 如果出來的時候 如果真的 朗尼要跟他爭位踢 某程度上要遷就 他真的要遷就 而且這個犧牲 沒錯 犧牲是最重要的 大家這麼說 阿朗尼現在是否應該準備 還是後腦呢 嘩 他很貴 有你吹水傳聞都說 願意放走他 五千萬磅 即是說到好像 五百萬磅 不過只剩下幾天 他都過不了體驗了 拜拜 今季拜拜 朗尼也是一個icon 是一個icon 還沒做兩個icon之前 先保留這個icon 不要這麼快抹殺他 OK的 大家都很難說 他兩個可不可以在前鋒線上夾到當 看來似乎找鄉村仔去夾 隨便一個 可能那個成效 那個速率會更加快 沒錯 這樣 一加一不是等於二 Tommy仔 是啊 不要這麼想 但現在 晚聯琴也不用太擔心 可以輪緩 讓人踢一會 大家都有傷的時候 所以一加一 可不可以鄉村僧師 和雲霈斯 都可以一加一等於二 就是在說這件事 現在在說 可能是鄉村仔才是 這三個 最重要的 即是這三個位的重心 對嗎 即是鄉村仔 是穩膽 是拖哪隻腳 那你拖 對嗎 文文姐 我這樣說 你術語有沒有錯 會不會其實陰謀論 雲霈斯和鄉村僧師 叫諾特列加 誓一腳 厲害 這些是旅球迷斯 夠膽講的 我們真的不夠膽講的 但我一個還不敢講 他就是 那諾特列加又剛剛 在韋根過來 想人多些認識 做一些驚人動作 你為何不是阿輝卓液 高位是曝光 有沒有想過 如果用韋碧克 連雲霈斯也不用呢 韋碧克 其實現在我們所說的是 韋碧克反而是 已經變成頂在最前的球員 做了以往朗尼 可以頂在最前的工作 反而效果可能更好一點 那你只是說朗尼 也不是雲霈斯 還有一個小豆呢 那不是 如果要配合鄉村珍斯的話 你覺得 毀逼客 那是不是一定要 鄉村珍斯前面之間 就真的可以只有一個人呢 這個 我想自己可以變化 沒理由的 應該可以變化 兩個這麼貴的球員都一起不出 因為我看過他打 那兩年的得甲 始終都是 看過女生兩年得甲 始終他前面永遠都是穩膽一個 通常都是 所以我的 有一點 我的概念上 就是 鄉村珍斯前面永遠只有一個 那這個犧牲 那這個真的很大的犧牲 但以前也有施朗加朗尼 都試過是很棒的 那時候 加上王馬你覺得會比較好 對 王馬的戰績近期 一般 又或者這樣 如果廢場退休的話 叫高普過來交 哈哈 嘩 那他 那麥聯所愛的 這個利雲杜佩斯基都會跟過來 這樣也對 有機會 這樣牽連甚大 對不起 說句 我們所開的話題就是 朗尼和雲杜佩斯 可否共存 似乎更多方面 我們的想法 看法 都很難多給一個 劃一勝的答案 因為現在 45分鐘不到的合拍時間 再等兩個月 還有兩個月之後 什麼 雲杜佩斯 不要傷病才好 不是又要再等 說多一點 拿尼後備 沒有出場 沒有正選 其實他的前途 大家要怎麼看呢 拿尼我覺得 在盲聯 應該是有一定的作用 他那個有個人技術 也有速度 對不對 拿尼上界表現得很好 沒有問題 獨食一點 加上他這麼多中前場 很球員 我想他最不喜歡拿尼 一樣是他比較獨食 這個是最大的問題 還是他最大的賣點 其實這樣過黃馬就對了 這些 嘩 全部都扔掉黃馬 浦宇系的球員 很影響力大 OK 這一場球就這樣 接著就講講 阿仙奴 又載到慘悲悶禍 比史督城 等等 為什麼你說阿仙奴慘悲悶禍 可否反過來 為什麼這樣說呢 不要緊 你先說你的看法 為什麼 我沒有說阿仙奴不認識 不過我自己看 阿仙奴因為作客 他實在是中門次數不多 組織的攻勢真的不多 我看到雲佩斯和香煎珍斯都開一齋 我之前想著 咦 難道今天是轉會球員開齋日 想到普羅斯基 誰知道 哎呀 你的預計都差一點 真的差一點 大家就不要聽他們的預計 其實阿仙奴的射門次數是多的 17次射門 雖然中東比較少 仍然都是那個問題 很多時候看到傳送不到位 或者默契性未夠的時間 A說得對 就是以為他們新球員多 是時候開戰 誰知道 但原來三個新球員 仍然那個默契程度 還未融入進去 這一點是值得研究的 但有一件事 第一 這場球和上一場阿仙奴的比賽 有些不同的地方 就是節奏上快了很多 其實阿仙奴的比賽 節奏快了 但是中場的傳球 傳失的次數 亦都是多 這一點 就是雲家自己也承認 是要加仁的 一定他自己也覺得 要倒閉 但是再加新球員 都好像我上次的觀點 都還是要時間磨合 季初的成績 都值得擔心 是 但是呢 想說幾件事 防守上面進步了 在這個打聯賽的情況下 得防守呢 都得了半邊天下 可以這樣說 有兩分先 誰敢說防守不重要 另外呢 像前鋒 其實就是欠缺了一些默契 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有耐性 再重溫一下這場球 你看到基奧特有試過兩次走位 一次入禁區邊 在左腳出球 或者一次在右路 放斜傳 配合後上面的謝雲奴後上 其實這兩個球是做得很漂亮的 就是差一點時間 就是差一點時間 基奧特的意識 以及在禁區裡面的部位 全部是有的 真的是差一點默契 默契這件事很難說 很難說一下子 可以這麼快培養出來 我們說雲貝斯和朗尼都是 這邊的基奧特和普多斯基 都是遇到這個情況 還有覺不覺呢 薩迪卡蘇娜的體力問題呢 他博一盡 始終他單核心 而且他很主動要球 這個人 他自己的跑動很多 再加上有很多球迷都說 阿迪達的位置 可不可以移回前些 意義上要多買一個防中 回來 把阿迪達移到前面 其實阿仙奴 我們說起 不單止打單核 他可以 如果遲些位置輸 複出三核 四核都可以打 但現在就只有單核 這個就是薩迪卡蘇娜 這個位置 看看他轉回槍完結前 他能不能多買一個人 馬惠娜 有馬惠娜 甚至乎卡巴耶 卡巴耶有沒有機會 迪奧提 是嗎 傳吧 傳吧 通常傳的都不是 阿仙奴是習慣的 可能最後不買 迪阿比 阿仙奴 其實中場都很夠人用 高基連 還有是費林邦 藍絲 復出就是一個新球員 這個就是我們聽慣的金句 有一件事要留意的 就是這一季觀感上 阿仙奴也有點不同 就是很依賴兩個 不是純防忠學球員 一起聯繫防守這個東西 即特阿比和阿彌達做了這個工作 我個人都頗不相信 阿彌達會湧前 其實上季到現在 他都是留守在 聯繫中場的那風 聯繫整件事 我覺得值得去變化 就是辛迪卡蘇娜 不需要跑動得太多 尤其是其他球員 控制節奏的時候 不需要回到太多來幫忙 去前場衝 英超的節奏就不同 西甲 你不可以跑那麼多 唯一一個值得 我覺得今場其中一個良點 就是葡萄司機 打左邊的前鋒 肯在中間用球 比球的時候 其實如果辛迪麥契好一點 值得期待 始終這個球員的團體合作性 比較強一點 這件事是好過謝雲露的官司 真心說 謝雲露真的很令人失落 如果打左邊 我相信葡萄司機 是比謝雲露出色一點 有傳就是 葡萄司機 葡萄司機 和查馬克 在轉回相尾 是一起走的 所以基奧特 應該未來的正選機會 都幾多 儘管看看 雲露會不會買人 如果不買人 大概 如果查馬克 賓特拉 朴柱永 其實雲露再要買 就買前鋒 反而前鋒 他不夠人 變成前鋒不夠 這件事要考究一下 一對閘 特別是傑比斯 這場球的表現有進一步 即是他無論埋身難節 以及助攻的時間性 都已經好了很多 未算好 亦都好了很多 還有保特所調教的後防 這兩場可以看到 除了開始 頭的15分鐘 後防的小小小 脫漏之外 其實其餘整個防守體系 是包圍得很好 即是我都說 你上屆 無論是主場作客 對著史督城 對著新特蘭 你其實都比對方 供到很多錢 那個危險性 也相當之高 甚至上屆 你記得主場對新特蘭 那場球 阿仙奴主場 阿仙奴主場 當日的獅子獅尼 救了門前的險球 即是那些險象是很多 但在這兩場聯賽 再下來 防守力是提高了 至少可以壓制到對手 沒有那麼多空位去做球 上去 新特蘭的強項是兩邊 快速傳中 而史督城的強項 是高調的高空球 但其實你會見到 對方的球員 沒有在這兩方面的進攻套路上 得到太大的甜頭 這個是阿仙奴主場 防守進步的地方 不過 要得一半 你又要不到第二半 前鋒又要重新組合 唉 這個 連連金賣人 就導致到這個後果 你說 前鋒那裡 其實你見到他第一場 就是單前鋒 這場就是機靈特搭 普多司機 其實新特蘭都有給他們 不過始終三個人 都是來自不同的國家 另外謝雲奴可能 那些球 也太黏了 又是另一個國家 太黏了 即是似著自己 始終比較個人化 他也不止腳黏著 頭腦上都黏著 所以真的暫時合作 其實這場球如果不是和郭特 不知道是不是有傷的關係 或者他屢次對史督城的表現欠佳的關係 理論上應該把和郭特出正選陣容 我覺得會比較適合 這場球是有些得意的 不出去 兩樣東西 市屋城都可以帶出來 大家討論一下 長久以來市屋城都是手奧彈戰術 這場球沒有大立 大立已經不屬於常規正選 原本代替他的梭頓都沒有出口 誰會扔手奧彈呢 現在這也是另一個問題 市屋城好像自己都在轉型 都不是踢那一隻 真的要不停攻軍站 很明顯這一次 市屋城對著阿仙奴 我們說阿仙奴有改變 市屋城都有改變 他們都是兩翼快 用戰術去打阿仙奴 都不是以前這樣 只是用手奧彈戰術 這件事我相信 市屋城都要慢慢改變 始終不是每個人扔手奧彈都那麼厲害 不過2號的卡馬朗 是有手力的 不過也做不到大立那些 那麼原始的風味 聽說 港甲 今年港甲的一支 南區這支足球隊 裡面有個球員 扔手奧彈 我有些朋友 去年看月祖球的時候 就看過 他說他比大立厲害 扔得那麼遠 有沒有偷膽 手很粗 直接比大腿 他跟我說了大立兩個字 他當然是說市屋城的大立 嘩 比大立厲害 大家如果 都捧一下場 今年港甲 香港甲的賽事 看看南區有沒有這些球 我都很期待 很期待 滿潛溫暖 那些真的很像開國球 你聽進去 有沒有越位 立即做經紀 通知普利斯 香港有個人 快點 只是扔交易球 不過 下半場 最後15分鐘 出來扔 多差質素都可以吧 但原來 有研究說 扔這個交易球 學問高得很厲害 小成是要開一個訓練的 節數 去教球員 扔交易球 而扔到 每一個球員都有一定的水準 才是給他們一張扔 這件事真的 研排次序 之後是喉夫等 一邊排下去 這件事真的很有趣 不是對打球都會有這個訓練 我相信南區 要參考一下這件事 排了次序出來 這個扔完 誰扔 然後那個扔 這真是一個很好的戰術 到底是哪一個 這麼天生意淋 香港有些這樣的球員 除了Tommy仔說到 因為你已經沒有了 扔界外球的人 這一下板斧 可能是史督成都不可以 太多依賴之外 其實你說那些 以往那些 可能過了中圈沒有多 然後45度斬過去的 高調全球 其實這一場 阿仙奴兩邊的防守做得很好 你見贊堅信那些 甚至可以開到中場線 做了第一時間的攔截 看得到 也有針對性 針對對方的 攻擊場項 你作出一個部署 整體上阿仙奴的防守 的確給上界 這兩場球明顯看得到 進步了 但前線當然是跌了 這個不能否認 這個 看能否合得到 還是等時間 你又回到雲佩斯 為甚麼 你又沒有雲佩斯 但我覺得阿仙奴會跌 其實還未合得上來 有些情況 如果要在英招類比 就像李日浦的情況 我覺得有點相似 始終前面那三個 大家都是第一次來 一起合作 這個我相信 要看時間變 但有一點好一點 就是領隊未變 這個比較好 比李日浦有些優勝的地方 我覺得 看吧 因為下一場就是 李日浦對阿仙奴 看看薑是越來越難 還是新手可以打敗阿仙奴 39歲而已 班頓羅喳斯 真的厲害 差下雲佩斯幾十六 說真的 不是預測長球 但我覺得雲佩斯會有些計 雲佩斯會有些計 擔心 兩個領隊都是用戰術 以及打地面足球 是不是打算取得一分 0比0 又0比0 我比數不敢說 但我相信 雲佩斯不會 其實你想到 李日浦主場是一對點的球 我想說 就是 勇 壓迫性看得很厲害 其實這場阿仙奴 這個作客 對史督成是一場 練對李日浦的習慣 因為史督成是這樣壓上來 當然 史督成的攻擊力 沒有那麼強 如果他能夠適應到這場球 其實下一場 再來一個壓迫更強的 就更加考驗到他的後防 更加有幾個 有幾個 我相信是會考驗他後防的釘人能力 釘人能力 沒錯 能夠應付到波連尼亞 史達林 和蘇雅雷斯 那種後上的情況下 即是 公平一點 說 大家都很公平 你不公平 如果他還是要出梅迪薩卡的話 當他打地球的時候 很大機會 如果 梅迪薩卡 德國以來的中堅 其實對於一些叫做 人釘人 那種 即現在 他打塔形中堅 他會比較容易 一場突小 會容易脫掉的人 我會相信 如果真的出梅迪薩卡 有機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都一定是 如果釘人中堅 除非高拿 高拿 年輕了30年 否則你也找不到這些出色的釘人中堅 你說雙兵方面 雙兵和高斯爾 應該這一場 高斯爾也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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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實了高斯爾也不可以 對 應該是不可以的 雙羽也不讓他踢 昨天看到的消息 還說他們兩個 應該差不多 但是那樣東西 利益浦昨天要擔心一下 作客 如果大家記得 阿森的新兵 對著利益浦 特別有辦法 在雅兵飛路 有什麼統計資料 艾沙雲 當然 巴迪斯達 都是在利益上 入四球 這件事 儘管看看 辛迪卡蘇娜可不可以入四球 巴迪斯達當年的聯賽杯 真的 令人感覺到 普多斯基入多少球 無從稽巧匪夷所思 阿仙奴有三個新兵 那不是12球 我純粹說一下 12比0 不要緊 Tommy仔你不夠公平了 你也要說 李物浦有什麼新兵 對阿仙奴狂入球 那你再說吧 不如公平吧 剛才不是說 應不應付到波連尼 後上入攝的那種 以往呢 以往有什麼新兵 大家記不記得 美羅有一年收死了阿仙奴 史達寧 史達寧 今次有類似的中西出現 大家都要留意 會不會是三圈一個自由 但不要是屎比0 是 如果屎比0 你完啦 你沒得完啦 屎比0 要入你球 都可以的 不行 但不是說那種新加盟的新兵 也要看以往有誰 一下子都是靠舊人入球為主 是想到的 是想到的 這是貼士來的 那些賽前預測 我們留在星期四那集再說 待會第三節回來 會跟大家說說 旺馬其實有一個很危險的 一個內亂的情況 我們待會再談